你再把刚才那个话重说一遍 我跟我的朋友都说 中国男人这么好 都会做法 不加 有爱心 大家好,我是陈涛 最近呢,莉莉安娜病了 然后一个星期没上学 把那个姥姥也穿上感冒了 张母娘呢,现在喝了药 在休息 身体不舒服 安吉拉呢,在照看几个两个孩子 今天做饭呢,就由我来吧 正好让他们感受一下 中国男人可以出的厅堂 下的厨房,赚得了钱,也顾得了家 我们今天吃肉扫子面 因为呢,家人人都病了 我觉得就是热热的我们喝点汤 暖一暖身体比较好 先把准备好的肉馅拿出来 起锅烧油 然后把肉馅放进去煸炒 我记得当时跟安吉拉 没谈恋爱之前呢 就是一碗面 把它搞定了 但是我记得也是安吉拉难受 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给做了一碗 西湖式鸡蛋打卤面 然后就确定了我俩的关系 我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是怎么样 我听很多人都说现在是家里边男的做饭 男的做饭居多 而且很多人都说是这个老公做饭比较好吃 把那里边的猪辣油攒放出去 练一练,炒一炒 然后再放料 然后准备葱,蒜,花椒,香叶,还有这个八角 放到里边,去腥味,提香 这边是出香味了,然后我们放盐 咱先放三勺吧 不够待会再放 放点双鸡精 有醋 醋一定要放 我们要用我们的山西小醋提味 来,锅一下就出来了 把生抽,老抽 上色了已经 现在的是灵魂 灵魂的关键 大概没有别的酒了 拿之前跟丈母娘喝完的白酒 这个是去腥的 如果用,我觉得用个茅台是不是会味道更好 现在添水 再把准备好的鸡蛋 就插一个口 放进来 做一个卤蛋 这也是山西小醋最爱吃的卤蛋 我们盖上盖 现在可以让开 炖一个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是吧 又为我办啥吗 不用了,我都已经弄好了 是不是啊 太幸福了,谢谢老公 没事,你去看孩子去吧 弄了几个孩子才有麻烦 好 快去吧 给你我平平淡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给你我轰轰烈烈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你我白转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然后再次打开 年为了最后一刻我们发现 最喜欢吃的酥蛋 他们叫这个酥蛋 叫猛 叫猛 如何你感觉? 今天已经比较好 你喝了毒? 是的,我喝了毒 我喝了毒,毒,病毒,疾病 我喝了 我喝了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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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吃饭了 这是我们的扫子面 我最喜欢吃你做的这个面 你想起我刚来中国的时候 你跟我做喜欢十几单面 一直就有假的感觉 我刚来中国是不关中国发 觉得 有时又有时拉 有时味也不一样 然后你跟我做的那个喜欢十几单面 就真的有家里的感觉 行,那你就多吃点 我也是想 知道你跟着我这几年受苦了 也没怎么想过福 所以我也尽我自己的能力呢 去多帮一帮你 帮你分担一下家里面的事 我知道 带三个孩子你是最累的 我跟我的朋友说 中国男人 又会做法 又会补家 又有爱心 所以是不是让他们赶快都来 你再把刚才那个话重说一遍 我跟我的朋友都说 中国男人这么好 又会做法 补家 有爱心 听见了没屏幕前的朋友们 这是一个外国媳妇 对中国男人的一评价 大家赶快给我评论 点赞 然后呢 让你来赶快把她的闺蜜 多往中国带 谢谢大家